这个人 就算插了又怎么了 我就问你们有毛病吗 他没掐过我的呀 对不对有毛病吗我就问你们有毛病吗 你们是他妈多高尚 说的对 他没掐过我们的吗啊 你们只是在网上口口弹幕口嗨一下我们是正二八经帮助过他的人 有毛病吗 有啥逼脸在那这么过来是说我俩的 是不是 我操上去玩的时候哪个不希望他变得更好 我从我操上演了 你就是从头到尾你去看都一点毛病都没有 啊 写了一次写了一次 都有一些阴阳人在那逼逼赖赖的 啊 任何事情出现了问题 你们记住 哪怕在现实中 永远要找自己的问题 知道吧 永远要找自己的问题 懂吗 就是你在人在现实中 你做任何事情出了问题 永远要先从自身找问题 我们来一首分手快乐 分手快乐 我下播了 这看了比赛开了 又能回家 回个批语想不过了 他现在让我眼中就是一坨屎 知道吗 你说这有点过了 有点过了 嘴哥说的对 他是香菠萝 七八个月了 对吧 多少个日日夜夜 你知道嘴哥 我就这么跟你说 说一些实话 你知道我之前在加州的时候 他每天喝酒 有一天喝一香 每天都要喝一香 一到晚上凌晨的时候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 他什么时候下播呀 今天我没人惹他生气吧 大概他应该不会像我发脾气吧 应该不会找我事吧 我今晚应该能睡个安稳的觉吧 多少个 多少个夜晚 我都是这样的 结果我快到下播 那妈几分钟 我抽个烟 找茶了 找茶了 找我茶了 对啊 是我制造的 我现在有男朋友了 知道吗 别格的别格的说说啥回不回去之类的话 我刚谈的 人家就分手了 你不吃饭纯喝酒啊 有水果 今天买的水果 我也得点个水果 好久没吃水果 放出去做那个买的 我男朋友谁啊 男朋友暂时不方便透露 他姓刘 他姓刘 周商鲁他姓周 刘 刘 刘萌的刘 不对 不是刘萌 你也是他妈 无缝连接 谁无缝连接 人 人家无缝连接 是我还没跟他分手 吵架的时候 他就开始 给他搞暧昧了 知道吗 我一分手 一走之后 我跟你讲嘴歌 我就这么跟你说 那天 你们应该在欧币吧 那天 那天不是那啥吗 不是 他不是让我来拿衣服吗 然后他不是下播了吗 他说让我走 我说我心情好的时候 我再会走 下播之后 然后他说你走吧 然后我也没完事 后来我就走了 他住的房间 跟电梯 因为就在电梯旁边 那个电梯很慢 我在那等电梯 我刚一关门 啪一关门 一个电话订过去 我真没有 我真没有 那天晚上 我真没有跟他在一起 真的吗 我刚刚一关上门 啪啪一个电话订过去了 他就是想害我 你知道吗 他就是想害我 我他妈听得一清二楚 别说了别说了 那个房间没有隔音 有些话不要乱说 知道吧 饭不能乱吃 话也不能乱说 OK 我没乱说 你没乱说 你 你 你没有礼物 你在那乱说什么 你说这有什么意义 说的对 说的对 人做什么要有所图 没所图的话 你就不要去干那事 知道吧 对对对 整个说的对 换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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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换听了 你做直播 我喝多了 我喝多了 我得赚钱 啥也没赚到惹的一身骚 涂啥的 说的对 换听了 换听了 哥们 换听了 这门口那个水果店没开门 解个外卖呗 我想吃水果他妈的 对大哥可以点火 想问什么一下 他们无非 他们无非就是想听 你们俩之间一些 没有直播的故人 讲的有什么意义呢 两个人毕竟在一块谈过 是不是 如果是有人刷礼物了 你 你当成这种 当成故事 当成节目效果 讲讲也就算了 没必要那么认真 你这样为表妹表妹是谁 啊原来是曹表哥呀 啊你这样为我 这是表哥的童心的 小画家 曹表哥 你表哥 对我表哥我表哥 谢谢表哥的小画家 有点黑 表哥还是不错的 嗯 花壁曹表哥 关键他没花壁 喝一碗 喝一碗 尝一碗 掉胃口 放听了 放听了 喝多久了 喝多了 我跟他胡说的 如果记忆 每个人听歌 总是会觉得失落 嗯 换紧你 在我的耳边 轻轻诉说 夜色多温柔 你有多爱我 欢迎曹大华 点个喝的 我去什么点个玩具 我知道呀 欢迎球哥 我知道 欢迎球哥 酒不醉人人自醉啊 你准备今天喝几瓶啊 我我没点几瓶 我觉得我觉得六瓶就够了 你喝六瓶啊 今天 没有 我我点了六瓶 我只点了六瓶 挺能喝呀你 不能喝 学会学会喝酒啊 这不是高兴吗 平时我也不喝呀 他早过来了吗 也没有 我也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是昨天下播 说 睡到八点 看比赛看了后两场 看了后两场比赛 看完我输了他妈的有点影响心情 欢迎若峰哥 他刚开始喝 一月身影响心情太大了 啊 关掉 下来 欢迎若峰哥 若峰哥这一波怎么说若峰哥 你作为这个 总市长 你作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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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说的对 再唱也比他 那啥 知道吗 爱也不太 你作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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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岳峰 谢谢岳峰 谢谢岳峰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昨天晚上我睡醒的时候都12点了吗 是不是 谢谢岳峰 谢谢 谢谢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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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过去看呢 我都不知道他俩发生啥事 我现在6分 我现在6分 6分 现在6分呢 继续讲一下呀 峰月你要我讲啥你说 白日梦大哥跟若峰哥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关于不喝酒这个问题 第一 我说句实话 作为中 作为中间人 痘痘呢 有点太认真了 川儿哥呢 也有点太较真了 就这么回事 说实话 所以说两个人在一块 就不能太认真 也不能太较真 真没怀孕吗 为什么不说我怀孕呢 什么鬼呀 谢峰月 谢峰月的两个半卡 小姐妈给我发消消 不喝酒要红包啊 作为男朋友给女朋友红包 发钱 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会被扣分吗 我超 我背着 我背着打 被我打碎意了 如果你们两个人提前约定了 做什么事要给钱 天经地义 我感觉这个没有什么可讲 找男的火的 找火的 火的太怂了 我跟我我跟原来认识他都没开口跟我要过钱 每次都是我我主动给的 没有结了婚以后直接把钱全部给他 没有五百一百多一百多 因为这个男女之间这个东西你感觉你要喜欢这个人你感觉这个人可以 嗯就没必要计较这个东西 我这探见什么了 我现在就是做戏乱了兄弟们我就是不困了我就播困了我就睡好吧因为我现在没法定时间了因为 因为不想把身体搞的就身体不舒服了就就休息身体舒服了你们坐在这里给大家唠一唠 死死的一百哎死的一百 没有什么活不活死不死的 也没有五百想太多了 对要不就不答应要答应了就要做到你没做到那就是自己的问题 没什么可说的 你咋还想找他呢 我没想找啊哥 我都有男朋友了我干嘛还找 这事我怎么看这事他俩还有缓和的余地 就算吵得再凶如果两个人还想在一起就还会在一起 如果有一个人内心就不想在一起那就怎么样都在不就不会在一起 没办法 你没跟我显示真正存在这里没有他显示了 之前他那什么到期了两个都到期了吧 然后开车带我回带我去那个银行 豆豆呢我直播间的老粉都知道跟我做过很多节目 然后跟我出来直播也很多次 中间发生过很多事情大家我的老粉都知道 小女孩人不错没有至少对我没有什么坏心思 我们在一块平常叫他们出来玩或者干嘛的 我也没有给他们转过红包什么的 他们都是自愿的就当朋友处的挺好的 包裹闻闻 没有没有人没啥问题 他有五百万能吃 说演剧本演给路人呐你这个鱼人呐他妈开个电影院 你就是柜子到那都不会让你进去看一眼 千万别整容我没想要去整容啊我吃多了我去整容 爸妈给啥样子就是啥样子 你说我风哥跟白人梦大哥你们两个算是大哥 但是我我不能说什么我已经切割了 就我现在我只能说他坏我不能说他好了 说了对就知道撒三话对我自己家兄弟都骂我我只能说他坏没办法 你们可以说我是阴阳人也可以说我的妈人不行 没办法众球一架飞机就行一架飞机就讲 这跟嘴都说的白讲啊我只能说这个事做了 就是他做事确实有点幼稚 我说我说心里话确实有点幼稚 作为一个88年的一个人来说挺幼稚 挺幼稚 这妈喝上了我今天开心喝一点没事 我什么异样人我他妈当初说好的时候你们妈把我骂的跟狗似的 我现在说的差了又变成我是阴阳人了我去你妈的吧 哎网络上说啥的都有 我说谁我就点操那个说我那个我就点操你 什么五湖大师吗 狗逼玩意 这怎么做都是错 从他来郑州从挂碗你俩来郑州第一次还有第二次 你嘴给我做了有毛病吗 没毛病一间房都一千我操有毛病 不是那个钱多少我我第一呢为了朋友没毛病吗第二为了直播为了你们直播没毛病吗 初初为你们着想有毛病吗 他拉横幅对没毛病我做了我所有我该做的东西知道吧 对啊怎么整都入不了意 一块吃完喝酒都是五百起步的酒 两瓶一千的兄弟 看了好几天房一天房九百多一千块钱 真的 你当我的钱大风挂来了 这么到位 对啊出钱出力他妈最后最后落了一个阴阳人 感谢若峰哥的卖浪飞机 感谢若峰哥 到底多少时间 多少时间 看情况吧 看情况 有了几分钟呗 有时候不一定 看情况 这种事办的太多了 我办的太多了 有的人看了明白 有的人看不明白 对啊 关于吃喝买单那个事 我也耗面我不得让一下吗 还有打PK那个事那我们都是做主播的提升一下双方的GDP有毛病吗 但是你得明白 是谁占了便宜谁没占便宜 真正买单的那不应该是占了便宜的人去买单吗 直接用手拉 感谢白日默的水晶飞机 以后不用我教了吧 以后大家拉双脸 你把你那个说话的麦关小一点管 你那个就是你旁边有任何声音听的特别轻 现在呢现在好了点没 现在好点 我做了我所有该做的东西 很多人看的明明白白的 你稍微上点年龄的 看的明明白白的 我占啥便宜 你跟我说我占啥便宜 跟谁得卖你说 跟谁得卖 你跟谁说我希望想你自由来去 原来星期天报你随年 晚上跌一遍 一遍 孤独的流着眼泪 谁来我这谁来郑州玩 都是一样子 小小小小小小 你不瘦 让我多吃点 我刚买的 然后晚上的事 不往关不关 在我直播间不要说任何大哥 只要他能消费 你就没有自别说他 知道吧兄弟们 网络世界里边看的是等级还有礼物 你说你没有那个实力 你有啥资格说人家呢 是不是 不有所图 我有什么可所图的 我们就玩 你在现场中没有朋友吗兄弟 我就问你在现场中没有朋友吗 你交个朋友就非得有所图吗 几次啊 我看你带个牌子都晦气 说不清了 说不清了 大哥点火 点火可以啊 先上 说完之后 说完之后 你想问啥 我就会说 真打真打真打 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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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量不漏 我尽量不漏 最后我的妈惹的一身骚 我的妈是真福气了 我猜 给川家打电话多少钱 我给他拉黑了 打啥电话呀 拉黑了 干啥呀这是 玩手就骂 人家正处在失恋阶段呢 那我把一个怕电话打 我就 怎么骂呀 现在还是别惹她了 她现在 刚好正周这情况 反正是挺难的 我可不像你呢 我也不像你呢 我也不像你呢 走了 看到煤气罐属是晦气 那就别看呗哥哥 插掉 放个大熊妹一看 知道吧 我让你看了 这怎么看谁都晦气 谁呀你家大哥呀 如果是你家大哥的话 咱俩就挂吧 没有没有 白日梦 白日梦 白日梦啊 不是老粉啊 哦 哦 我知道了 你知道 你俩还有过节 我看 我跟谁有过节 白日梦 白日梦啊 我不记得了 我过节多了 去了 我都忘了 我过节的老多了 心态心态挺好 我心态练过来了 难道这八个月白白白播了呀 旁边白那啥了 白阿郎 阿科打阿郎这个事我不说 昆明那个事 你们可以去问问在场的主播 当时我在干什么 你们可以随便去问兄弟们可以 你们可以去问昆明那件事 当时我在干什么 这个事可能现在没有人说 以后早晚会有人说 到时候你们问问大嘴在干什么 好吧 那天不演绎了吗 跟老兵衣 不是跟他找演了一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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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是真惨 我是真的惨 蛇皮哥 我是真的惨 没那么快 还管他呢 人家俩来说我们管的 你不干嘛是不是 我要不在当时更严重 他在拉去的街头 留下影子方向 才会默然的心脏 眨眼的时间 方向的飘伤 快别的一个 方姑娘 是否习惯北方秋凉 方姑娘 唱好胳膊罐 缓解一下气氛 收点礼物咱俩 想听啥呀 唱一首 桥边肚酱 我试一下吧 太低了 太低了 唱的好听的话 走走礼物去的 要做什么 对面又叼上了 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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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那么喜欢出烟呢 今天心情很好 我赶紧串一下 那一趟下 我迎叛方 是谁家的姑娘 我走在了车座小桥上 你父亲自有忧伤 桥边歌唱的小姑娘 你眼角在流淌 你说一个人在逞强 一个人在逞强 风花花花 你落落大方 坐在桥上 我听你歌唱 声音太小吗 还可以 我说桥边姑娘 你太芬芳 我把你放心上 刻在了我心堂 小点姑娘 你的忧伤 我把你放心了 路上游浪 游浪 你这首歌合唱的很不错 咋的不好听呢 你跟志斌合唱的很好 感谢莫维奇 感谢莫维奇的小伙伴家 感谢莫维奇 其实通过这件事 你可以看懂一个道理 一个精力管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殷勤 远缺 是的 然后很多东西 其实从开始到结尾 都已经注定 大家都是在享受过程而已 对 是的 明知道没有结果 但是还是去那场 享受过程 是不是 所以人生 没必要那么在意结果 其实过程还是挺美好 挺美好 确实挺美好 是不是 关于这些道德粉嘴里边的 什么好人坏人 什么死不死的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时间会告诉你们答案的 你们就享受这个过程就行了 真到那天都不直播了 你们对吧 也都没得看了 爱情36集 我唱首那啥 阿拉斯加海湾 你确定要唱首歌 这首歌 为什么不确定 好 你唱 几个意思 没事 今天你开心 就把我直播间当成你演唱会的现场 唱就完了 阿拉斯加海湾 你来了 唱天啊 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 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 你要拆散他们呢 唱天啊 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 在无数夜深静的时候 有个人在想他 以后的日子 你要好好照顾他 我不在他身旁 你不能欺负他 别再永远走进他心里 最后却又离开他 因为我不愿 因为我不愿 再看他 流泪了 这首歌是 送给 送给前任的 好好珍惜吧 有个这样的女孩不容易 好好珍惜吧 不愿 想天啊 你是不是在偷偷看笑话 明知我还没能力抱护他 让我们相遇了 本歌给你 尝尝 想天啊 她最近是不是不在世面了 任世间为情话 所以回忽 代替我拥抱他 以后的日子 你也好好照顾他 我不在他身旁 你不能欺负他 别再让人走近的心里 最后却又离开他 以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淋满 希望我们后来能够感受他 如今我们遇到完整的日子 不愿再让你遇到别人的疼 我会舒服他 上天的日子我 是任劳是不安 上天的那些晚上我对你说的话 你别不小心露嘴告诉他 不怕我会找心疼 好好好 走坡礼物吧兄弟们感觉唱得不错的 唱得这么投入真的 唱得这么应景 谢谢 谢谢心疼大嘴的小画家 谢谢大哥 谢谢嘴哥家的大哥 感谢大嘴巴 回想起我们在夹炫 田园节目 真的 你物是人非啊 物是人非 还记得当初抓鱼的时候 已经不是一天了 祝福他 赶紧和好吧 别去祸害别人了 欢迎求好哥 谢谢 谢谢臭球的办卡 小小我们在庄园 你被我赶的奔跑 都回不去了 物是人非了 物是人非了 回不去了 学生吧 你们回头再去看看那个节目 哈哈哈哈 再看看现在 会有不一样的感触了 真的 都变了 都变了 火车听你一口 干啥呀 李娜 不上班啊 对呀 我当时只是 我当时介绍只是做节目 没有说就是要介绍对象的意思 知道吧 对这东西 感情的事情是不是 对不是别人 不是第三个人能左右的 对呀 是他们自己那啥 来一首那啥 那啥咱们就是说今天我开心 我这本来有一首静歌 我不唱的 刷礼物才唱的 今天我唱啊 爱似水仙 那必须得火箭了 没事 但是我今天开心 你认真 你爱似水仙 怎么说 兄弟们凑一凑吧 把气氛搞起来 你说 我能高上水仙 冬天才看的 我的笑脸 你说 我在等一个日月 却永远不能够 不能够实现 要为你改变 盛开在夏天 别忘了我就是实现 你认识了我的春天 他得你再买几怪啊 哎我唱 没事你继续唱 你继续唱 没事 谢谢你了 我声音很小吗 有点小 我声音很小吗 你说我 我感到想睡仙 冬天才看到 我感到我的笑脸 我的笑脸 你说我 我在等一个语言 你会不能够实现 要為你甘願 深夜的夏天 別忘了我就是水泄 而卻映出了我的春天 像她的空間 媽的唱上去的 好 如果你給我一雙無線 我就會為你長手撇撇 如果能看著我的思念 我就不會為你不睫著雙眼 如果我能絕掉的思念 就不會躺在你的窗前 身边在冬天的水线 你是否能避到我的穿越 如果你给我一首无限 我就会为你揍手决定 如果你是我的思念 我就不会为你疯狂的双眼 如果我们见到的思念 就不会避免在你 你的窗前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好 唱的好 唱的非常有感情啊 唱的真的是很有感情 闻香 闻香点多了没唱上去 闻香点多嗓子嗓子那啥 谢谢半卡啊 怎么怎么今天果儿就找到你连麦了呢大嘴 没有我找到他 这早上没没事我们就聊会儿 聊会儿是吧 嗯 挺好唱歌这么有感情啊 那今天跳这两首歌有没有有没有说法 我一进来 什么什么 祝你未来更好啊什么是那的有没有说法呢 这首歌本来在我直播间是静歌 但是我今天开心 本来是刷礼物才能唱的 但是我今天开心 就就献唱一首 哈哈哈 哦 你刚才唱的不能是我好兄弟说我老婆跑路的事吧 人也提醒你三首 哈哈哈 我可没说呀 哈哈哈 痛 真是太痛了 哈哈哈 他俩呀 我跟我跟吴静也不熟 嗯 他俩就锁死了 我不认识他 可别分 别祸害人 就锁死就完事了 咱俩挺好的 不是咱俩 祝福就完事了 你有这么大的格局能祝人家幸福真挺好 哎这不错 这做得挺好很不错啊 哈哈哈 但是但是我是真开心的没办法今天挺开心的 开心啊 不知道为啥 按照按照按照我按照我龙的按照我串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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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 先拉扯几波就跟就跟那个连续句子的先拉扯一波啊 一般的先先先先求和好看看能不能求和好和不好完之后吧看看回头怎么再找一下我果儿 如果果儿也不成的话那说实话那这个时候阿龙只能做出一件事了就是群发微信问你在吗睡了吗 哈哈哈 我跟你说他不用他不用分手 他只要一吵架或者是喝多了酒就会群发不会不会什么分不分手 而且我而且伦家有男朋友了我刚在一起他就分手了 咱们就是说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什么回不回呀想多了我有男朋友了在吗睡了吗想帮你聊会天喝多了有点难受 你别说了最了解的人伤我最深我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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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一天我记得的人却伤我自己深是不是有这首歌啊 确实 嗯 我可没伤他我就跟我自己直播间聊会儿听 我伤伤他就就就就你发现过几次了呗就 就就发现过好几次了呗 对啊 对啊然后也跟他吵因为这事吵过没有吧 不是是一开始是吵架 葛直播间的时候然后吵架吵架呢 然后然后那天我好像是出去了吧 我葛外面开了个酒店 我葛外面睡后来他葛家 后来呢他在这段时间 然后就发了好几个大概三个还是四个 然后呢然后他他就一直跟我道歉 然后一直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然后他就给我接回来了到酒店给我接回来之后呢 然后咱俩就睡觉了睡觉之后呢 然后我醒了比较早 然后他手机一直响 我在看这谁这么大早上给他翻新戏回新戏 我一看啊原来是昨天晚上跟我吵架的时候 也不忘去找人啊 在吗睡了吗 真的就是真的我可没我可没我可没吓死我 真的真的 他以前就有这么多人知道吧 以前我做我我以前啊 我以前说到过几次 几次关于我穿的爆料啊 都是因为这事知道吧 好几个女主播嘎就过来 他说他说他说风哥 你看我这要怎么回啊我这 好几个我记得最早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乔儿跟我说的这事吧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应该 我跟你说那天那天我我发现那天 有刚好的那个那个信息就是那个谁 回了 知道吗 就是那个谁 不是啊 你理 我把脸盖上 我记得干啥呀 我记得最早我最早最早找我的时候是 谁来是是 前好像跟我说过这事后来 潘满星好像自己在直播间也说过这事 好几个后来还有一个女主播也跟我说过这事 而且他们是同一几乎是同一时间 收到了这个东西 后来我也想不吵真群发呀 对真真是真是同一时间他就会就是说 假如这个这个人我给他发信息他没回 然后就下一个 因为当时我看到的是好几条 不是一个人好几条是好几个人 一人一条 是好几个人 嗯 好像好像也找过孟迪 孟迪好像也找过 好像孟迪还在还在群里还在还在朋友圈发了一条 我笑得懂 我就笑你了 他一直黑我拉窗脸的事情说你故意的上了当回事 我真不我跟你们说我我现在可以发誓 我如果拉窗脸的事是故意的我他妈待会 我靠黑眼子冲天发誓我跟你讲 我出去我就四乘四那个大货车你呀 知道吗 那你为啥当时要发出声音呢 我跟你讲当时他不是开播吗 跟下面哭哭啼啼的 然后上来之后他跟我当时看他直播 当时他就上电梯之前他就跟跟水友们说 他说待我直播间卡啊我怎么样怎么样卡怎么的 或者他自己暂停直播 他知道我在房间他知道我在酒店 然后他就那啥然后他暂停嘛 然后回直播间他说回房间第一句话就是 我没做啥啊就节目效果 擦擦眼泪哽擦擦眼泪 然后然后说我说没事呢 我说我知道节目效果 然后他说 那你就可常常待着啊 我怕待会直播间直播间 他的意思是直播间以为我分手了 其实我知道他怕那女的那啥知道 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跟那女的就是有点有点傻了 然后然后呢他就说 待会我直播的时候你别发出声音 我说好 然后我就 然后他当时还没还没开呢 还没开暂停在那 然后他去调那个灯吧 把那灯开了好几个灯 然后还有那个窗帘 窗帘 然后当时我就跟床上 床的那个里面 另一边我就等他坐着躺着 他跑过来 按那个窗帘那个按钮 我不知道 我以为他跑过来跟我说话 他说哎 那窗帘怎么打不开啊 我以为他没开播 我真没看 我这全程就看着他 然后我说直接用手拉呀 直接用手拉就开了 后来炸了 后来直播间就炸了 然后他就看着我 然后我看了也直播间 火草开播了 就是后来 后来后来那个谁 后来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那女的 给他打电话 他说 他说他是不是在你屋怎么地怎么地 后来后来他就 后来他就说他上厕所 然后就过来跟我说让我出去 我说行我出去 然后我就我就给下面呆着 我就看他直播 然后他女的就哭哭啼啼的 就说你让他上来吧 你让他上来吧 然后他就不意的 他不给我打电话 你这是他妈前女友被刺吗 我咋 没有 说事实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跟哪呢 一本证件的说你跟哪呢 然后我说 我就问你 你说的是不是原版 你说的是不是原版 就原版 我感谢铁子的开通在日本说 感谢铁哥 我大龙我大龙现在连剧本都会整 确实 老铁 老铁 他老会整 他老会整 铁子不连进来 铁子 这里不连进来 他老会老会整剧本了 他当时就很就会没事人呀 不知道 也差不多了 你看哪呢 瓜儿慢慢说 你没点礼物 你老说的 我说说得上头 我操 我没你们会玩 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就是 画道打开了 知道吗 不愧是家哥的搭起搭了 搭了几个月的女人啊 你应该是待到最长的吧 8个月 有8个月 应该就是吧 对 有8个月这么长的 所以说我心态也定好了 像之前没了他直播间 他直播间人家弹幕 我是怼的 我现在我就 那没事发生 后期 后期我在直播间 就是跟他分手 快分手的时候 其实直播间也很多大碰我 我都已经无所谓 是他自己带我节奏 是他自己搞我心态 带我节奏 他想要直播间 就是我爆炸的样子 他才问你 你打心底里边 反正你就是也爱过 说实话 两个字爱过 但是现在 现在是 现在是真的没感觉了 真没感觉 我跟你我跟你说 如果我这个人 我真的现在还有感觉的话 我不可能在这直播 我还跟你们聊天 隔着扯着扯那 跟你动过手吗 动过呀 动过手你也觉得爱过 对呀 因为当时应该是 应该是串 不是 那个罐 应该是也确实喜欢过他 诶 陆冬哥 我是不是你们男生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男生都这样啊 就刚开始的时候 前两个月超级好 对你 啥事啥话都听 你说的都对 你想吃啥 我给你 我带你去吃 怎么提给你 你想我 你想我 那只能说一句 纯粹是还没透够 那我就说句真正说句实话 我听传说一句实话 那还没透够 然后后面就开始吵架了 谢谢 是小鸡的小画家 吵架就说明 吵架在我创那里 就是一句话 玩够了 想画家一个 没毛病 没毛病老铁 没毛病 玩腻了 对我也玩腻了 我也腻了 换了换了 你有没有跟他做过骨盆 别捞这个 别捞这个 捞这个真没意思 我说的绝对没毛病 他问我男人是不是这么想吗 那我回答的肯定是没有毛病的 对吧 怎么痘痘也坏了 中午已经跑路了 连夜提的枪就跑了 这个隐私了 这个也粗糙了 之前 之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李不超 之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因为就是这个上面的话题 然后上了一次新闻吗 啊 不是一次哦 不是很多次哦 是很多次新闻哦 不是一次新闻 是很多次新闻哦 一夜七次狼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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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欢迎坤哥欢迎坤哥 所以说 任何事情 它有因就有果的 没错 就是你做了一些事情 它最后都会有结果的 没错 真的是有因果的 另外真的是有因果的 对对对 最近他们常会调时间了 调到白天了 所以你可能上了上一上 医生啊 好久 医生啊 好久被消费了 上一上 二星还没过呢 医生我刚开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聊天啊兄 没有什么专场不专场 没有啥专场啊 纯粹纯粹 就是我们聊天的内容 跟你们发弹幕的内容 是一样的 知道吗 对调侃 只能说调侃啊 没有专场 就是说调侃 对 但是多调侃调侃 没有什么特意的专场 要开专场一次 对 要开专场一次 我果然开 哈哈 因果轮回了 对 我俩算是相处过的当事人 知道吧 冷风以前也相处过 这都是相处过的人 坦白讲也没什么 那没啥呀 该该该烙就烙烙呗 斗鱼嘛 这都在直播里面看到了 什么有什么可遮 这也有的嘛 对吧 那这烙烙的什么 对吧 我听说 我听说 哎 哎 嘴儿 我今天要干起 你知道吗 我还不知道 千锋哥的小樱花 我今天要干起 我随手给我说了一下 这个事 你知道吗 听说 林也提想跑的 他俩就当时走的那个 我没看到 我我欧毕的时候 就是只剩他一个人了 欧毕的时候只剩他一个人了 欧毕的时候只剩他一个人了 我进去一看 他就割得哭啊 我刚进去的时候 他就割得哭呢 对对对 我记得 我欧毕的时候 只剩他一个人了 我没我没看到 他那个谁走 都走了吗 就是吗 我进去一看的时候 就给他哭啥之类 乱七八糟的 郑州现在有情况 他出不去了 连夜拿了1314加520 历任女友都这样 反正一到晚上 拉箱子环节 肯定是有的 感谢新女的班 都是拉箱子 拉箱子环节 反正就是 这个环节 你们已经很常见了 是吧 这都有 这事指定是有 每个女朋友 还有所有前前人都有 都有 管管都拉几次 我他妈 我拉了 我都不想拉了 你知道吗 那确实 我之前 我之前 我之前看你的时候 我就发现 你咋每次 他妈 我一进去 怎么每次都是 拉箱子环节 每次怎么就 每次怎么就 你不是在拉扯吧 他妈 你不是在 你不是往小谷 就给他堆线拉扯的 是吧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 做广告的 没错 哥都拍联系剧的 卧槽 就先拉扯完了 后吼回来 再拉扯一遍 再哄回来的 每次 每次他跟我吵架 我知道 我知道他待会后来哄我 我知道我待会以后回来 但是 但是 但是就得拉箱子 就得给他 给他整理节目效果 那箱子后来不是新买了吗 你箱子都好包奸了吧 我自己的箱子 在他被永恒的那段时间 我去陪他的时候 我俩吵架 我俩吵架 我要走 当时我已经在收拾行李了 他直接把我箱子给踢碎了 然后我没箱子用 我让他给我买 他说 他说 他说可以啊 什么时候去买 怎么的 怎么的 后来 后来他家里太多箱子 然后我就拿了一个他的箱子 那个老铁在 我特别想问铁哥一句话 你们东北的是不是经常会说 你是不是我兄弟 你信不信我 这是真的 这是口头禅吗 还是就是怎么回事 喝酒一般就有 我也有几个东北的朋友了 我有几个沈阳的朋友 他们也是这样的 他们也是这么跟我 P太也这么跟我闹的 对吧 你是不是我兄弟 自己消费自己 没有自己消费自己 有时候我是真的 真的跟他吵架 他真的太伤我心了 我是不想跟他那傻的 不想跟他和好 我是真想走 所有东西都收拾了 我不会说 这还留点我的东西 都收拾完了 然后我自己跑 自己跑到外面去 住个酒店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人 就是喜欢死缠烂打 然后他下播之后 就一个进的电话 然后就回来 然后第二年 腰面子 腰面子 就拉扯 对 互相拉扯 就 还原安伦哥 现在方高的他真有缘 那最后一波 难怪说实话 穿怪你了大龙 那最后一波想拉扯 你还好 你凌空杀出一个 是吧 还怎么拉扯吧 你只不定不拉拉扯 连续剧还得再来几次呢 没有没有 他就算再拉扯 不会了 因为他已经触碰底线了 不管他跟那个谁好不好 他已经触碰底线了 你想你想平时骂我 或者是直播间弹幕 或者是他怼我 怎么样 我都可以那啥 我都信了 我都可以就是回来 跟他好好的 但是他已经触碰了底线问题 已经在 我跟他还没分手 在吵架的时候 他已经跟别人 跟他逼逼赖赖的 就是 暧昧上了 我不可能在那啥了 已经知道你要提 他可能是想着 有一个提箱子走的 必有必要马上在街上 街上另一个拉箱子来的 知道吧 这中间可不能断啊 对可不能断 他俩祝福就完事了 咱也别多说吧 不过那天 那天拉窗帘 那天我 我是说实话 我真以为你已经走了 我要知道你没走 我不会让他过来的 这个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人 就是当时你给他 你给豆豆叫过来之前 不是 豆豆来的时候 大概是11点左右吧 他等10点多的时候 还一直 一直他说上了索 他不是说上了索吗 他一直在给我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 然后给我发语音 他说干啥呀 快点回来 还真走啊 你不是我媳妇啦 还出不出对象啊 你不是我对象啊 10点之前 还可这么说 然后那个 豆豆来了之后 没人影了 被人家吸 被人家勾粉了 知道吗 然后那天晚上 平常我跟你说 就算再吵架 他每天晚上 下播之后 第一时间都会给我打语音 打视频 然后那天晚上没有打 然后我就知道 他一晚上跟那个女的 通话去了 通一晚上 通到第二天下午呢 看见没有 怪的是不是你 嘴儿 是不是你的问题啊 嘴儿 我是这个的 我要知道他俩的瓜瓜没走 他俩还能 本来 我跟你讲 本来这联系剧啊 起码得再拉扯一段时间的 你看你 没有没有 这不是嘴哥的问题 你直接的掀起新盘新 新单程的你都 这不是嘴哥的问题 如果两个人没意思 你你再怎么窗户 他们他们俩都不会在一起 都没有感情 紧张了 嘴哥只是想让他好 想让他有节目效果 对 我当时是那种出发点 对啊 这不能怪嘴哥 我当时也没有加乖乖微信 但凡说一声也不会 闪开了 就闪开了 你像之前第一次去郑州的时候 嘴哥那啥 后来我也是 后来我是真走了 我做高姐真走了 那天晚上他让嘴哥给他 搞一个新疆妞还是什么妞 人家不也是那啥吗 是不是 人家他就对他没感情 他就只是给了那啥 好妹妹出来工作吗 是不是 那不就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因果呀 是不是 没有后后面的事情 那现在人家两个人俩去相约呀 是不是 第一次兄弟们 第一次罐走了以后 我不是找了一个女的 陪他一块直播吗 一千块钱两小时 本来说的不是两小时 谁让那个女的喝多了 本来那个女的是要陪到 我们直播结束的 谁知道他妈的 两个小时不到喝多了 然后就结束了 对喝多了 都拿我当笑话 你还巴巴巴 我乐意 我今天高兴 怎么拿我当笑话就行 我今天高兴怎么地了 作为作为主播 主播都是给大家带来 都是小丑 这不存在笑话不笑话的 那次在烧烤店吗 第一次的时候 安排的挺好 整个不错 对那个叫格格嘛 那个叫格格嘛 就一般上男主播来了 他如果单身 他不单身不单身 我给他找个女孩做节目 我感觉比请他玩好多了 说实话 他又能吃礼物 还能那个开心 这不很正常吗 对 对对对 我今天好像看到那个 长沙那个小橙子 去呆妹那儿当二台了 兄弟们 我操 小橙子吗 我之前在长沙认识的 那个女孩挺厉害 怎么说下厉害 他挺会整的 挺会直播的 我戒烟更容易一点 我戒文香更容易一点 他这辈子不可能戒 他也戒 戒也就是这一段时间吧 对 我也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他俩那么在一块了 后来 豆豆我们聊过这个事 豆豆微信跟我说的是 他对他很好 我说那好的话 你们就处呗 就好好处呗 是不是 嗯 再后来我就没管了 你知道吧 就这样就 就他俩是总共才直播几天啊 他在中州待了一个月了 我不是 我就说他俩 几天 整一起去了 几天啊 就整一起去了 一个星期 一星期 啊 一星期吧 差不多 啊 就感觉是挺好 是吧 嗯 没有 没有一星期 那啥 我在 我在的时候 然后 然后不是出来做节目嘛 我理解 然后后来我 我跟他分手之后 然后他俩就 就已经开始整一起去了 就从我走 走走走出房间的那一刻 他俩就整在一起去了 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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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声音 反正这一刻就整一起了 难道我 难道我 我发誓啊 我发誓 我真发誓 我 我说的 我说有一句话是骗人的 我他妈 我抠片子 冲前发誓 我跟你讲 你抠不到吗 你那么怕 谁是我抠不到呢 你能抠得到 我说啥呢 那天我都说了 我不说太多 都讲了 那个电梯 就赶那房间旁边 那房间一点都不隔音 知道吗 那电梯还特别慢 还让我听到了 他们一关门 就打个电话 喂 他就是想害 我知道吗 不然不会 不会我他妈 开直播的时候 赶那说 说直接用手拉 他就是想害 我知道吗 我他妈想害你 你被永恒的时候 我他妈我他妈放下工作 去陪你 我想害你 白眼了 好 不能说这么 就我说实话 你们 就是跟龙哥相处 我说我说实话 我们都希望他好 包括在一块做节目 还是直播干嘛 都希望他好 但是你们一定要明白 就是出现问题 肯定是先找自身原因的 不能找别人原因的 对 就是一个白眼 我跟他分手 还是我自己的原因 还是我自己的原因 从自身找原因 还是你第一呢 还是你不够漂亮 没错 说的对 说的对 身材不够好 不够漂亮 你还是心态不够好 你没有抓住他的心 没错 说的对 整个说的没毛病 所以说 我现在 我感觉我跟你说 真的离开他 几个前离开他 我真的整个人都开朗了 知道吗 生谎 老自信了 我现在老自信了 我现在 就离开他 就你原先觉得被POA了是吧 不是被POA 我他妈就是被POA了 我他妈被POA多久了 几个月了 所以说 有首歌挺适合你的 领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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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嘴哥呀你嘴哥你这就有点欺负人了嘴哥 你看你这就有点欺负人了 没有没有 我说罐 你看你这点都承受不了 随后怎么过来当人才 你准备把罐拉过去当人才是吧 他准备那啥 他准备疫情完 配口罩完事那啥 那我跟他做节目 说说那你说说 那你想穿 那你想啊 说说说说说顺了 那你想啊 你男主播过去 你多少都安排一个商务查这块 那我惯过去 你不得安排一个说实 你不得安排一个 有点姿色的 有点姿色的帅哥啥的 那肯定有 我这团队当中有的 团队当中都有啊 对他团队哪些人 他跟谁有火花 到时候就做效果就完事了 知道吧 哪些人 你们能不能走到一块那也不是我的问题 不能是老别一吧 老别一 狗狗 小舅哥 小舅哥你见过 小舅哥你应该没见过 我没见过 小舅哥是谁 也是我一个人才 我老粉知道 小舅哥形象是最好的 不是你你不得搞个有钱的呀 啊 这个音乐也有版权吗 当然现在很多音乐都有版权 这个之前我们放过也没事 小舅哥 小舅哥快好了快好了 那天联系上了 那天他大哥给我打电话了这吧 他手机丢了 我老板找我了 太经典了 太经典了 确实这都是故事啊 这都是故事 但凡有点文采的水友 都可以写成小说了 真的 真的可以啊 传奇的一生 论论加州皇帝的直播传奇一生 我们都是绿叶 我们都是绿叶 这是 双虎 双虎 我看到自己吧 因为 这得征得人家的同意 知道吧 我这最多 我说实话 我这最多能给200 再200以上我给不了 你想想冷风来这 我找五个人 一天开销 基本开销 就是工资一千 嗯 吃喝拉撒 住 下来最起码得2000吗 一天 就最基本的开销 一天的2000去了吗 你说一下 以后还找 以后还找男主播不 你都跟我说话吗 以后还找男主播不 找啥男主播呀 找找找找 找个路人不香吗 干啥找男主播呀 找路人是吧 主播大多都是没有心的 这是有一说一有说实话 是的 确实是没心 为了鱼翅 真的没心 你知道吗 没办法 就做时间长的主播 真的心里边只有鱼翅 哦 大哥来了啊 嗯 是啊 人人家 人家连人家连哭的时候都还想着 能不能给我鼓鼓鼓行 能不能给我死刑 能不能给我鼓鼓行 人家哭的时候都还想着一不去呢 还有佛爷的工作 佛爷不一定去呢 佛爷不是佛爷 昨天学黄门说的 佛爷三天八万 所以三天能给你刷八万 不是 说让我给他开工资 三天给他八万 拨三天 太贵 太贵 说实话 正不达 正不来 别哭怨 说行 我还再唱一首 过来是哪个工会的呢 我是星河的 你星河的 你老板跟我说 你签了多久啊 三年 这我说句说话 这我说句说话 阿寿就多少不懂事了 你这还有多久啊 不给我挂整点热度啊 我这我这还有多久 那你这你这跟我做节目的话 你这工会不得移过来吗 啥呀 阿寿平常跟我直播间看 啥呀 阿寿平常跟我直播间看 我让你老板刷点也行了 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 他老板刚给我开过两个月赚粉 哈哈哈哈 我操真的假的 真不骗你 我骗你干嘛 你老板真不平常过来看我 你老板跟我跟我关系挺好的 我俩挺熟的 老熟人了 我给你找一下 你老板现在用的ID啊 叫做啊 直丑银毛 成成成四五末 一一二四 这老板不刷点吗 他老板跟别的老板不一样 他老板还真不怎么刷啥之类的 哦 不怎么消费的 嗯 我现在发现真的 这新河新河底下也都是人产 乔巴底下有一个 哈哈哈哈 就是什么 乔巴底下有一个 乔巴底下有一个一镜 哈哈哈哈 一镜 对对对对 乔巴新河的两老板 天天金足球的 关系也很好 感谢大哥的小王家 没有偷出去的嘛 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我只知道我们新河比较大 比较有实力的主播 是那个阿里 都挺多的 挺多有实力的 老板有钱啊 你老板有钱啊 嗯 挺有钱的 阿寿 老板阿寿 他是你是在分公司吧 对分公司 之前之前 之前那个年会的时候 是啥时候来的 然后过完年之后还去了 挺大的 这本公司挺大的 我换了 马上换了 年底班新大楼 新大的楼 总部 总部在五湖 在五湖 啊 城市五位是吧 OK 你说你以后 有惯了 你说以后 以后你火了 你说这参加官方节目 你俩见面的话 会不会尴尬 什么火不火的 我从来没 没有想过这些东西 就正常直播呀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因为这件事火呢 我从来没想过 那万一 那万一呢 就是以后 对吧 体量上去了 比如说 有年想 人想不是说 自带男女嘉宾是吧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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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嘴就带上你的 对 万一我要带你的话 那 不过我也不会跟他一块做节目 我说过 带拉扯吧 那死不定有说说 那我感觉 晚上就 线上不那啥 线上不联系是吧 线上不 线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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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线下 也不会一块做节目 就就分割 去头晚上就得发生节目了 那到时候不能按照我博哥说的一句话吧 我半夜起传听到 有鸡在将 那应该不会 这样不 这就是 这就是官方最精神的节目 节目效果了 今年斗鱼应该 这马上快过年了 应该不会再有那个 不会了 这现在估计应该是不太会了 现在应该是不太会了 不会再组织了 现在 现在官方都是习惯这个游戏区的出来组织 做这个 做这个节目 对 这户外这把节兵都结烂了 你说 我跟你讲 用用用用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新闻啊 就是户外主播 别来沾边 那游戏区说的吗 别来沾边 哦 不 我知道 那个杜嘉丽是吧 对对对对 杜嘉丽给小王哥 别来沾边 真是会计 是一个GTB能刺激到他骂了杰兵 那那那就是 狗狗 那就是 狗狗是不是这个叫什么 及时行乐爸呀 是对他 嗯嗯 哦 是他呀 哦 户外节制太大 不是户外节制太大 户外太真实 什么都给你搞真实的 对 有一次怎么都好说 有一次咋都好说 嗯 户外现在他妈呢 说实话 户外的主播 户外别结冰 他们都结了一楼框了 真是都结冰 结了一楼框了 户外女主播都说户外别来沾边 那是真会计 把电梯他们就搞上了再讲讲 哥想听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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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哥的三水救房 谢谢大哥 感谢大哥的三水救房 大哥大气 来来来来来 来个飞机 我我我把电梯那事全部给你讲完 从头给你偷到尾 还有电梯事件是吧 你这有礼物的话讲一讲还行 没礼物就别讲了 没错 对啊 我不跟你说了吗 总得喂点什么 什么都不喂的话 怎么没意义 那没说完 说到连卖费总得给总得交交嘛 对吧 连卖费总得给人家吃鸡一下出来的 对吧 你该说不说的 你们想听就是对吧 因为整张办卡也可以 阿芳你礼貌吗 我这不是开专产 我这不是给他开专产 我这纯粹是还捧个儿的 你知道吧 我纯粹是捧个儿的 你知道吗 没事 就飞机 他只配飞机 这个电梯事件 他 哎呀 我也终于进来了 我去 本来下午想休息的 我一看这个看到的果飞了 我直接我就开播了 我是你粉丝啊果飞 老喜欢你了 可别 可别这样老铁 最喜欢看你拉行李箱了 那动作优美 诗华 老喜欢了 老喜欢了 我说 据说老铁子 你也在东北 你早上 你当时咋不弄个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 行李箱过去呢 做个不锈钢的 也架不住 也架不住 天天赚 不锈钢的都赚月份了到底 起码不能给踢碎了 知道不 哎呀 果飞今天刚刚回来吗 果飞 果飞今天刚回来吗 果飞 好几天后了 对今天今天有点开心 你然后就今天回来闹断 那我就问你们帖子 我就问你们帖子 就我果飞这个 你帖子以后 晚上能不能捧一捧啥的 果飞 果飞说是果飞这外在吧 说是硬捧的话挺难 说是 哈哈哈哈哈哈 这果飞 果飞你靠内在慢慢让人硬实 我 我说是啥帖子啊 这玩意你知道吧 颜值区他有 他有每一个丑觉 这么一说 对吧 是是是 生在硬末上 那丑觉咋的 就不能活 不不不 果飞不是丑觉 果飞其实那期里边 还是挺优秀挺幽默的一个 我听 干啥这是我今天没化妆 我今天高兴的 我他妈叫都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你的脸盘的像 高兴到现在 你像电饭包似的 你看他 跟化妆脸还能化小啊 哈哈哈哈 你是怎么化呀 你是你的脸 咋化的 你这 你这画的 我跟你讲 我刚进来 我这边 我也不知道 你看啊 你看你的穿脸就后面啊 那卷变色的 一层一层纸 上面一层白 我在进来的时候 哎 脸的 紫色 紫色 我看见吧 紫色跟你那个眼睛以下哇 眼睛眼上是白色的 对吧 你这格的紫白的无伤 我竟然用不断整格的 如果咱走不了颜值路线 其他路线也可以走 对 咱全面发展 咱不就是户外啊 不行 当健身主播呗 不行 健身主播啥的 健身博主啥的 啥健身博主啊 英里相博主的 要这个化妆的话 已经救不了了 化妆了 他管飞今天穿的还行啊 丑的 挺性感的 那必须的 那小尖一漏 是吧 呵呵呵呵 可别埋调我了 你们几个 我求求你们都比我大的主播 我个小主播 你能不能别埋调我 没有没有 真是真是你粉丝 真是你粉丝 这都是喜欢看你的 这都是喜欢看你的 都喜欢看你的 都喜欢看你的 那就是 能唠嗑就好好 户外八卦娱乐都来着呢 都围绕着 都围你转呢 你多幸福啊 现在 绝对是果非 干啥 干啥都给我转呢 谁有话题 都给我转 你有意思啊 你多有意思啊 我有啥意思啊 我都成前任了 有啥意思啊 我就今天挺开心的 我给直播间来闹回磕 那成前任了 那真的呢 那跟你有啥关 你不也有意思吗 都叫果非了 你想想 果非 怪怪 别别 别飞不飞 别飞不飞 直接叫我怪怪 直接叫怪怪 叫怪怪就行啊 对别别别飞不飞 已是往事了 现在不想当飞了 已是往事了 往事 往事不堪回首 对我对我管我来说 往事真是不堪回首 那我说实话 我怪 我怪那是真的 那是从头到尾 那能消费的地方 那直径是要点出来 被消费 被消费 那些吴宗宪的小画家 现在当个小画家 那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我大龙不都消费了吗 今天下午啊 我知道怪怪开播的主题 叫怪怪反击战 是不是 怪怪反击战 正式拉响了 怪怪反击战 没错 干啥 没事 老K呢我 那咋的 那咋的 说不定明天 说不定 说不定明天的是 这就是叫连麦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就我们四个玩了 果然盘面还再加一个豆豆 那就得问大嘴 这个太早了 这个太早了 这太早了 太早了 我刚分开 你让我这喊人家 我都不但 三三一个是谁啊 会会会 还是妈 东梅 哎呀 东梅 哦 东梅 对对对 她的刚分吧 不一定咋回事呢 那乖乖不也跟分好几回 那按理来说 我说 铁的这时候就得问你 你毕竟在研制区困的 你不会有多少个研制区 女主播收到 收到在妈 睡了妈的信息 没有 我的妈 那太多了 我那 我有的时候 那朋友圈老能看着 说真的 我朋友圈有时候都不好 说你是有病吗 你老骚扰我啊 哎呀 真的朋友圈 朋友圈直接放上截图开吗 我真的 我也见过好调几次 人家 我也见过好几次 接蓬蓬的办卡 接蓬的办卡 胖胖谁 孟迪 接蓬蓬 调儿都不都是 都是 小儿 小儿是第一个 小儿那真是第一个了 第一个就他了 挺挺多的 嗯 那这玩意呢 怎么说呢 这人家单身的时候 这些都正常 没有女朋友 这玩意呢 对吧 海王不都这么 海王也不犯毛病了 嗯 关键海王他 他 他 他他那啥 他不具备海王的这个什么形象 啥呢 是吧 对 你这话说的对 但是 在交往的时候 关键海王也还给发 在吗 睡了吗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我这多懂 冠格的 我冠格去了 我懂冠格的那个想法了 就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也在发 是吧 就这意思 不是 是跟我在一起 然后跟我吵架 然后 只要拉扯 只要就拉皮箱嘛 后后脚讯息就跟上了 我到酒店住 我到酒店住 然后他他晚上没给我哄回来 我我直接给他拉黑了 然后他就那啥 他就在妈睡了吗 然后然后后来他给我哄好了 然后去酒店接我 然后回来之后呢 我看他那个什么 他手机一直发消息 然后然后给我吵醒了 我醒了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就是找了三四个人吧 找了三四个 谢谢 谢谢南北的飞机 谢谢南北哥 然后飞机到了啊 烙起来 飞机到了啊 真吓人的 大哥有啥想问的 你说急要到位 急要礼物到位 你想烙啥我都行 啥个不是 啥个已婚奶爸和一个分手 分手少夫来的聊天 我没人吃瓜的 我没人吃瓜 你吃吃瓜 想问啥 大哥肯定是想问电梯门事件的 大哥指定想问问电梯门事件 是想问电梯门事件吗 南北 就说呗你就 你就知道正题 啊 电梯 好 大哥说电梯事件 开始讲述 开始讲述 好 小板凳都搬好了啊 我现在开始说了 就那天就那天他不是说让我走吗 然后我说凭什么 凭什么你让我来我就来我我你让我走就得走 然后 然后他就下播了下播之后呢 然后我就没跟没跟他闹了 我就直接走了走了 我关上门 他就立马一个电话就敲过去了 然后我跟他等电梯 电梯旁边就是他房间 而且一点都不隔音声音特别大你知道吗 然后他电梯又特别慢 我就跟他等 等着呢 听听到他打电话 然后他说真没有 我真没跟他睡怎么地怎么地的 他自己有酒店 他现在回去了 他就是想害我知道吗 他如果不想害我 他他如果不想害我 他怎么可能刚刚在主播间说什么 就直接拉窗帘 直接用手拉呢 然后就 然后就一个劲地跟他说 然后就跟他埋态我呗 因为他现在就是想跟他好 然后就一个劲地跟他埋态我 然后就说 然后就说 他就想害我 反正就 就这类似的话 重复重复再重复 然后就说 我不想 不想让他好 我跟他在一起 天天过个三星四星都难 你看跟你在一起 怎么地怎么地的 然后 然后 然后就说 什么剧本啊 然后 就说 我知道你为我好 你看我俩私下什么 整剧本 你对我那么好 你像他 他从来不会这样 你像你对我那么好 反正就是说 类似的事情 然后那天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差不多这 类似的话术 他跟他 反复的 反复的那啥 反复的跟男女的说 捧他 你说刚才 从我 刚才那个多多认识的时候 是吧 对 就刚认识的时候 因为做节目 然后当天晚上 大哥支配火箭 然后让他们俩亲脸 不就 开始枕伤了吗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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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那个 他俩不是加微信了吗 然后 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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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 我不是 我还没跟他分手 然后 平常他 他一下波就会给我打视频 或者打语音聊天 然后那天晚上 他没打 我就猜到了 就是 就是你见到那天晚上 然后他就 给他打了一晚上的电话 然后 然后后来 豆豆不是自己一个 就不听说吗 他说 非要我跟他连麦 打电话 然后一直打到中午才挂 我就猜到了 因为他就是这么个人 因为之前认识我的时候 他当时 他当时个直播间 不是跟我连麦吗 什么交微信 什么出不出来 像我当时以为是节目效果 然后就加了 加了之后呢 我就继续播我的 然后他给我发信息 他说 他说下播了吗 我说还没呀 他说行 那我 但我跟你说个事 我当时在想什么事啊 我俩刚认识什么事啊 后来我下播了 他说你下播了吗 我说下播了 然后他一个电话给我敲过来 我说啥事啊 他没啥事 就想跟着聊我拼 然后一聊他妈的 就聊到 就聊到他妈的 我睡醒 我说我睡觉了 挂电话了 他不让我 他不让我挂 他对所有女人都这样 就同一套 这种感觉 对 因为我当年年轻 我当年年轻那会儿 也刚过这事 因为我当年年轻时候的味道啊 他说现在这个年 你还这么年轻吗 他这么年轻吗 还是那一套 还是那一套 这老一套啊 先电话轰炸 对 我真的 我谈过那么多对象 我从来没有一个男孩子 就是打电话 打700多分钟 800多分钟 你谈过那么多对象 那么多是多少 四个还是五个 那估计不止这个数本啊 只有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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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不 官网多大 二十三二 我二十三二十四了 哦 那还年轻呢 那还年轻呢 还二十三十四呢 还年轻呢 和铁子都去麻了吗 铁子去麻了吗 哈哈没有 我听官网讲述听的太入戏了 啊都去麻了 真的在喝 真的在想呢 官网那时候多少集主播呀 就跟第一次连遇到 那时候我才二十六级吧 你现在他妈才二十八 现在也二十六级 对啊 我跟你们说 我就是认识他之后 认识他之后 然后没多久 他就被永恒了 知不知道 然后当时 当时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去加州吗 当时他跟我打电话 他当时最后最后一分被秀文 然后一根文箱给弄没了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现在在百度呢 我在想怎么死 会更痛快一点 真他妈给我吓着了 因为他之前吃过安眠药 那个我 然后他吃过安眠药啊 对他之前吃过 然后真给我吓着了 然后他妈也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就想 我本来那时候是五一 我不想去的 然后我就想了 去吧去陪陪他 他心情不好 也被那啥了 然后我就放下工作 我就自己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没播了 二十二十多集的时候 我跟他们认识没多久 然后我就我就没播 我就去陪他了一个月 陪他陪他玩一个月 然后跟他哄他 他当时怎么说 他当时我快坐上飞机的时候 他说 他说 他说媳妇你来 你看我怎么对你就完事了 一直说一直说 你来你看我怎么对你就完事了 然后中间一直转账 生怕我回去 一直给我转账 媳妇你来 你看我怎么对你就完事了 意思是告诉你 你来你看我打不打你就完了 这些钱是给你一要单一要费的 那你说也没少给你花钱 我现在 我现在有男朋友了 就是咱们就是说 我现在还没谈多久的男朋友 就是他花的 已经比串儿狗 就是跟我在一起八个多月花了都多 知道吗 你现在有男朋友了 现在也有了是不 链接上了是不 已经你别上了是不 都分手他妈快一个月了 还不中国有男朋友啊 哎呦啊 看来乖乖也是一个 感谢歌神啊 谢谢歌神的巅峰火箭 谢谢歌神 乖乖看来也是一个多多少少的 也是一个那个 佛爷来了 欢迎佛爷来 一份爱情的女人是吧 老铁竟然也参与这个话题 我我帖子我说说 我帖子当年要是不混颜值区 那至少现在说实话 八卦一哥是没得跑的 没有帖子平常也看呢 我不是我经常看串哥直播的 因为他我我这怪怪粉丝 真有意思 我前段时间没啥播吗 我天天看串哥直播 贼贼斗 我感觉怪怪的性格挺好 真真真真不错 真挺好真不错呀 我说实话那很大我 不是爽 这信息真能过日的 那现在现在交往的男朋友 是直播里面认识的 还是直播外面认识的 直播外面 但是他也看我直播 他也看你直播 就现实中了 那他那他知道这些往事啥的 他不生气吗 就 他有了解他知道 他知道 啊 晚上抛开转钱 没事骂一下骂咱啥 没事 我骂大嘴 然后骂老风 最后能说我两句 没事那没事 不是他主要不 那你不能这么说 知道吧帖子 那肯定最先骂的也是你 知道吧 不可能 那你看我骂的肯定是老婆我一讲 我给严哥我给串哥没找算礼物 我再说了 我老看了 我也没少照顾他 没少消费 不是不是不是 双虎不是双虎 我现在呃呸 我现在现在男朋友姓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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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姓姓啊 欢迎洛东哥 哎呀我擦 那我说啥 我要请他喝过4万多酒啊 天哪我请大哥喝酒的没喝这么贵呢 什么嘴哥你说啥 我说年龄多大 年龄多大 比我大几岁 大几岁不是问题 对吧 肯定你他 你现任知道你的过往过往吗 现任 创的老家是黑龙家的吗 知道 加哥达奇的吗 黑龙家加哥达奇吗 什么 哦对了 你别说啊 我跟你讲啊 说到加哥达奇 他还创是是加州的是加哥达奇的是吧 对 我操我说他妈的 我为什么对这个地方印象这么深 你知道加哥达奇我认识一个人吗 跟创差不多 跟创差不多 都有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拳击手的本事 你们知道 呃老铁应该认识啊 谁啊 六一手啊 啊啊啊啊啊 六一手啊 那也是知名大网红的 那都是啊 他不是加哥达奇的吧 加哥达奇的加哥达奇的加哥达奇的 他加木斯的他是 嗯加加哥达奇是加木斯的 他是加木斯的 他是加木斯的 他加木斯的 他加木斯的 嗯 那说实话 他他他都有这一套啊 他是加木斯的 不是加哥达奇的 哦加木斯的是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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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反正 我我我我一我一想对这个地方 我感觉很野兽 因为我去过我去过我去过 我去过呃东北去过好几个地方 整年啊啊那木通聊啊啥的我都去过 那新交的男朋友那志斌的事不知道吧 知道啊 那那你你说这话大事 我所有的事情 我所有的事情 以后还是不要不要不要说 能不说就别说 知道吧 我我已经我已经洗过一次了 已经洗过一次了 问题是胸口那么大 他妈的你说能看不见吗 他是英文的不说的话还真看不清 英文还真看不清 在走线的吧就是 这个 还是英文的嘛 你咋想的呢 咋想的 当时我还闻那么辛苦 咋了 当时 我还是高中文的 当时当时是我朋友他闻声 然后他然后他说你要不要也闻一个 这不是果飞吗啊果飞 多认识啊 你看都认识吗 这么一闹圈认识吗 都认识 一直闻然后我就闻了 都是果飞那个粉丝 他那个是拼 走走户外女王的路线吗 以后 以后真的我说实话 以前户外啊 我以前户外 我刚才消除街不得不说 真的但是我跟你讲过啊 你现在你往后啊 你跟你们公司聊 你说 我想当户外的主播 所以以后啊 户外这块路线走 就问问他能不能捧捧你 你就来个女版CP 没错 你就来个女版CP 是吧 你现在刚好不是有男朋友吗 直接储伤 咱也吸点CP 对吧 没错 直播 就是有些人他针对的群体是什么 是我们这些男粉丝 你啊 你往后针对群体 你就往那些女主播身上上发就完色了 对你风格换一换 风格换一换 你吸女主播 那女主播嘎嘎都老能刷了 你吸他们啊 是吧 都认识你 你想想看 哦 救星救星别人家做什么CP节目 是吧 救星男主播做CP节目 咱以后也做个CP节目 咱就针对斗鱼各大女主播的 是吧 满足男人他们空虚寂寞的内心 你知道吧 现在很多女主播很空虚很寂寞 做这个直播来说 你知道 空虚寂寞 满足他们一下 是吧 我们帮你宣传 我点着多人连外之后 那好歹不得给你宣传一下 户外 女主播就得看看我果飞 果飞真行果飞 果飞真行 管管管管 别说果飞了 已是往事了 别说果飞 就管管 前任果飞 对前任果飞 就你 就你这个人设就很稀粉 对就很稀粉 说实话 特别是你 不是主要是什么 你来做CPM 你能得到那些什么 共鸣 为什么说共鸣 你想他发过那么多短信 给那些女主播啥 那些发过短信女主播啥的 看着不得有共鸣吗 是吧他不得入戏 那多少不得给你整点 顶流的现在 乖乖顶流的现在 顶流顶流 顶流 说飘了一会儿 你跟紫薇跑步去了一会儿 人才 这是人才 果飞还挺有意思 不坏也有趣 有趣 难怪你想把它当人才 说是把它当人才 你工资不得开高点啊 那是吧 那男人才200 你我我逛逛不得开个300 真行 真行 别别别别别 自带流量 别别这样架嘴哥 别这样架嘴哥 其实说真的 要做上节目的话 绝对有节目效果 嗯 我觉得葛直播间自己开直播 还不如去当人才真的 真才是这样的 你当人的 大哥让你干啥就干啥 你直播电播 你又没什么 没有多高人气的是吧 但是你跟你你去 你去做这个 你去做这个扑啊 去做人才啊 人气高高的是吧 礼物也大大的 还省事关键 自配就行了 你不如自己想结果效果啥 只需要接支配就行 你不如自己想 自配就行了 没错 真挺舒服的 不行我给嘴哥当人才去吧 嘴哥我当人才行 挣点 哈哈哈 揉不下了人太多了 我想做做咱们大嘴家的商务吃 啥就提车呀 嘴哥 我佛爷都要去担人才了 等车出来了 佛爷都要担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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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爷都要去担人才 你担这些 佛爷三天八月 我脾气挺好 我脾气本来就好 只是搁他直播间 他永远 就是像电影一样 那个电影里面 你是坏人 你终究是个坏人 我在哪儿直播间的形象 就是 就是喜欢喷喷大哥 怎么地怎么地的 这就是他想要的笑我 知道吗 我其实我本人 我脾气挺好的 你看你们这这话 那你说你 那你说你当时是真爆炸了 不是说假爆炸 我真爆炸 我关键是我跟你讲 我他直播间弹幕 他带我我我 我心里毫无波澜 你知道吗 他自己搞我心态 他说他说我家里人 说我说我弟弟福利摩 说我家里人怎么地怎么地了 他干嘛说我家人呢 他自己带我家人 他说我在我家里 就是个局外人 那么这这这些话 不搞我心态吗 你说我就说我干嘛带我家人呢 最经典的是最经典的是 我我我永远点进去他最经典就是 一定要再说你什么啊 你钱都弱 你钱都都怎么地 都怎么地的 是吧 我能跟你怎么地怎么地的 这是让我觉得最经典的 哈哈哈 你真的不知道 小画家 真的不知道以为他妈的 加个大金手付哦 就是跟罐罐在一起的时候 给买过啥最贵的 贵重点的东西 最贵重是啥吗 对啊 追女孩不得买东西吗 最贵的是啥 不能三千块钱手机 最贵的是啥 是啥 就花花过最多的钱 对最多的钱 三千块钱手机 啊手机是吧 是手机啊我不记得 花了最贵的是啥呀 忘了差不多 他 行李箱 行李箱 行李箱是哪的 行李箱是几百块钱 行李箱那能多少钱啊 手机多少钱 手机 手机三千 然后什么什么打折之类 不是打折 就是他给你优惠 还是他奖家来的 当时 两千七还是多少吧 我也不清楚 因为当时我俩吵架 我俩吵架 然后他家有那个地毯嘛 我当时我手上有手机 我当时特别生气 然后我就想扔地毯 摔手机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坏 谁知道摔坏了 然后坏了手机 最贵的是电脑 最贵的是电脑 他是专门给我买了一台电脑 然后让我去直播的 还给你买台电脑 对放到二楼 你电脑现在拿走了吗 没拿走2万多吧 那不是给你买的 不是给你买的 那是给你买的 表面是给你买的 那是给你买的吗 那是给你买的吗 说的没毛病 没拿过来的都不是我的 没拿过来 那是给你买的 对 不像人家1314加5 5200转账的 是不是 那是给你买的吗 说的对 没毛病 电脑也没拿走 我吃多了 我跟他吵架 然后我把电脑拿走 我吃多了 后悔我电脑没拿走 我后悔我说实话 不后悔啊 有啥可后悔的 因为他本就不属于我 他本就不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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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就不属于我 电脑真要拿走的 电脑真要拿走的 我说实话千里 千里追杀去了 你看着 你把电脑要回来的 真的 挂挂看了还是挺清楚 乖的你先乖 乖的你先乖 乖 乖适合其实 挺适合谈恋爱的 性格好啊 性格好 胸也不小 服务我估计也能挺好 差不多 没别的意思啊 那不然呢 谢男友能给他花 你刚才不说了吗 谢男友现在花的 比在加哥大吉 八个月花的都多 谢男友现在给花多钱了 谢男友大概 不得五位数呢 才一个月半个月 对五位数 啊 是大五位小五位 你觉得是大五位还是小五位 我觉得咋的 咋的 咋的五位数说 中五位数有了 中五位数有了吧 中五位数有了吧 才是个差不多 反正我也不说多少 反正比跟串哥在一起 八个月花的多 知道吗 也就是一个月比串 每个串哥八个月花的都多 没有 能不能把这个 算算纯死期了 不是 给他看看照片行不 长啥样 看看 现在的现代有照片 我都不喜欢的 那没有 那纯纯不知道 等到后面给你们看吧 后边给大家看是吧 很好奇 很好奇 怪怪的现在的幸福 是什么样的一个男孩 长得怎么样 帅了 挺帅的 他现在 他现在就是 就是串哥跟他比 串哥就是个小卡拉咪 啊 别来了 哈哈哈 卡拉咪是啥意思 卡拉咪就是地中地 哦 哦 东北化 小老地儿 小卡拉咪 小卡拉咪我咋 差太多了 这里 当时 当时那个谁 当时那个谁说 离得我 你也就天天 各各各家里吃泡面吧 我那妈离得 他真的太好了 日子过得太好 太实力了 уст 哈哈哈 那总不是只是说说 那生活给你过得好啊 你不是一天到晚是吧 一夜七四完了之后 早上又呆又骂了是吧 那你说你瘦了 那你说你瘦了十斤 你这十斤咋瘦的 咋瘦我健身呢 哪方面的健身呢 你哪方面的健身的关键是 就是健身呢 因为旁边就有健身房 半个月一个月瘦了时间 那肯定回家也见 回家肯定见 多少不得见一见是吧 那不是你都花个 对吧比8个月都多 那也太快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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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有真没有 别见 你不听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说过科学依据吗 男女之间的拓业交换 有助于这个燃烧脂肪呢 知道吗 但是我是真自己健身的 瘦了十斤 现在还130 什么 我说瘦了十斤 现在还有130 差不多 那还得见 还得一百一一百一百二十多 120多块130 果非果非要再见再瘦30斤的话 真的 那真的完美 我感觉 我打一打打一打 我串哥应该能回心转意追求你 重新追求你 没错 可别提串了 可别 我跟你讲 他真的不是我带父母 就是他就是跟他完事之后呢 然后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真的让我就是对他家吧 就是有所改观 真的太厉害了 怎么说 说呗 这件事不能说 这件事不能说 这件事只能就是 他如果以后不开我专场 这件事就一直埋在心里 我不会说 但是他如果开我专场的话 这件事我肯定会说 本一个契机 本一个契机 他还不开你专场 你看他今天酒喝到不到位 因为我看串哥时间比较长了 串哥是一个比较喜欢怀念过去的一个人 没错 知道了 他喝点酒以后 咱那说这七年前的事都能说一遍 不是说一遍啊 所以得重复说 得一直重复 对对对对 他就比较喜欢说过往 那你加声音叫啥的 如果这次他从郑州离开 那今年这个冬天应该是很冷的 没有 没有你的冬天呗 没有你的冬天 今年这个冬天应该是很冷的 没事 看来就来了 完了今天晚上谁都别跑 这四个也有一个算一个 冲手骂到尾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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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挨挖准备了 我估计第一个你骂冷风 我感觉肯定 骂我 骂我就骂我吧 对吧 我估计我能排第四个左右 这我们都跑不掉了 跑不掉跑不掉 这一个都跑不掉 他能不排 这十年了 生气的 那没错 我跟你讲有一个算一个 咱俩都了解了 咱们都不能跑 那那必须得一个个点起来的 真的 那必须得一个个点起来 说说啊 哎呀 一次几分钟 嗯 飞机提问 这个问题比较微妙 串儿个别串儿个别玩了 直接找大 你就这么说吧 这么说吧 惯惯 微妙的话题 你就说多少个飞机能行吧 兄弟们指定能给你测一测 一个飞机就行 因为他这话 他他他他只配一个飞机 这话只配 就一个飞机就行了 对吧 兄弟们就一个飞机 这不给我逛逛整整散散 转一个转一个 我也没说得火箭的 我也没说得火箭的 啊 合得就一飞机 这可以安排一下 这我觉得真可以安排 还说说就一会儿 就完蛋了 对我觉得这玩意真的 飞机能够能给安排一下 真的能给安排一下这块 这没有个兄弟们给他整一整吗 性价比 太实的了 我这八个月进修过来的能一样吗 我都能想到现在 看咱们四个直播的水友的 啥 啥心情呢 怎么说啊 嘴都笑咧了 好 大哥上了 996 956 好 谢谢安排哥的飞机 你想问啥 想问啥 就你刚才说那样吗 大哥肯定想问你刚才说的事吗 想问的是最短还是最长呢 肯定不是这事啊 是啥事啊 大哥说 啥事啊 啥事啊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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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官对不起兔兔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我是干啥 我是干啥的呀 你还是要隐晦一点 要隐晦要隐晦对 好不能说太字了知道吧 嗯 我整饿了 这话题太下饭了 我整饿了 我 إannya谢谢 现在水友都是這都是都是这个图片 现在 哈哈哈 哈哈哈 现在水友基本都是这个图片 哈哈哈 哈哈哈 都在那躺着呢兄弟们 该做起来了 大哥想问啥呀 大哥不发大梦吗 大哥想让你自己说的 你觉得有啥事你就说呗 收礼物了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行了 很新鲜是吧兄弟们 是不是很新鲜 大哥问你啥 你就回复呗 你个言辉点回复呗 大哥没问 哪个呀 是这个45455吗 啥啥呀 9969595 大哥没问 大哥没问希望你自己说 我自己说 你就有啥事 直在一飞机你就说啥事 就这东西也不是说埋态他吧 也不是说分手埋态他 就是也得看状态 能说啥也得看状态 状态那啥的时候 也就几分钟吧 五分钟吧 状态好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状态不好的时候五分钟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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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没有说你们没有你们说的什么几秒几秒 那那那太可笑了 太假了 状态好呢 状态好不行 这我不能回答 飞机再说 状态好的话 你先打一顿 你先揍一顿先 太牛了 你这生活过的人 真是不一样 我还没去过加州的 本来要去了 这辈子应该去不了 这辈子应该没机会去了 没机会去 落地的话 应该就被围住了 没错 落地的时候 少少架完 你头上奏了 过去就围上了 别去了 来沈阳吧 我现在再去沈阳 能有什么安排过 来呀 你当时听他嘴说 我说能够安排 像观观这么优秀的女人吗 那不能 观观这种女人 这是 现在真找不着了 这个以前要搁唐朝的话 最起码真的 也得是 最起码也得是财人以上 啊 财人以上 你别说 你你真别说 你真别说 观观这种性格还真挺好的 你该说 观观要搁唐朝的话 现在真的 老四行的到底 我没没去过东北 我们就去过一次雪乡 后来就东北都没拿 我们我们我们福建这边人啊 都偏瘦 刚刚瘦 这跟我差不多 都是这么这么个 乖乖还喝酒呢 这是啊 他今天开心也一直在喝 啊 我平常不喝酒的 还不喝现在了都 你说呢 那可从还不喝现在了都 今天这么高兴吗 那这对不起对不起弟弟对不起 对不起 就差点就差点给他放烟花了都 我刚刚都差点放好日子了 这不能放扣贝 不能放那哥不能放那哥 那哥一放说啥起诉你 你可以自己 你可以自己唱两首 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刚刚跟嘴哥连麦的时候 我唱过了 要不要不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呗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再来 再来一首那首那首歌 你都漏差不多了该整点才艺了该 对对对还挺好听的 哪首歌你说 来一首你亲情跟你亲情差不多的呗 爱死水仙呗 哈哈哈哈 还来爱死水仙吗 来到领悟吧 领悟会吗 礼物 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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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悟不 多么痛的领悟 谢谢那个 不是很会 我就会一个副歌 那你就唱个你会的呗 有那味儿了 熟悟的旋律再次响起 你说我弄到小水仙 当天才看到我的笑脸 你说我弄到小水仙 你说我弄到小水仙 我再等一个雨夜 却永远不能够 不能够实现 要为你改变 要为你改变 盛开在夏天 别忘了我就是雪仙 白雪映出了我的春天 盛开在冬天的雪仙 你说我弄到小水仙 你是梦得到我的酒仙 如果你给我一首仙 我就会为你操受我片片 如果你恨着我的思念 我就不该为你梦的顺眼 如果我担心的思念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你说我弄到小水仙 你说我弄到小水仙 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 你 сообщ Jacques 你说我弄到小水仙 你说我弄到小水仙 我再等一个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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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永远不能够 我只能够实现 喊下水仙 唱出了我的春天 深刻在雲天的世界 你是否能得到我的照页 如果你給我一首席 我就會為你唱歌一天 如果你看著我的思念 我就不會為你哭著水 如果忘記了我的思念 就不會開在你的窗前 深刻在雲天的水線 你是否能得到我的照页 如果你給我一首席 我就會為你唱歌一天 如果你聽著我的思念 我就不會為你哭著水線 如果我能見到的思念 就不會開在你的窗前 就不會開在你的窗前 有感情有感情 感情全是感情 這首歌裡面全是感情 來自於來自於佳歌大席的八個月的愛是水線 全是感情 對的全是感情 唱我唱我心裡去了 我跟你講我我跟你講罐啊 你瘦到110 我跟你講你在鬥魚裡是屬於所名流 頂流 真的頂流頂流中的名流知道嗎 罐的大眼睛真的 這真的是愛國 愛國愛國愛國 說實話就我 就我罐這身材 是吧這老這老大胸是吧 在這老大屁股就沾了這身體 發明面的再加上這歌聲 加上這富滿感情的歌聲 是吧 來過的大哥都能送你一首歌的 多都有感情 長的也行大眼睛 絕對的 乖乖本身還是 我跟你們說 現在直播間有一個 有一個人在看我直播 嗯 你們的一個女的 你們能猜到是誰 她發微信給我 她說對我寒心 到底是對我寒心還是怎麼樣 以我現在就跟你說 我沒想埋太過她知道嗎 憑什麼憑什麼你跟我說 我一直我一直都在讓著她 你跟我私下你跟我說 我說我說我倆都分開了 現在我也不提她了 她也不提我 祝福就完事了 然後 然後然後有一天 就是前段時間有一天 她她她跟她說我 她跟她說我後來我知道了 我也沒有回應 然後我跟你說你跟我聊天 然後你跟我說 你現在在聽啊 然後你說 我說我說我說 她如果罵我 我肯定要回應的 她如果不罵我 就好好我自己看我直播 她當時 你知道一當是怎麼說的嗎 她她不能罵你 她罵你的話 她罵你的話 她她你也 你也不能罵她 你知道 你說你寒心 你知道我也都寒心嗎 你說我現在 我可直播間亂說 這一看就新聞嘛 我真我我真無語了知道嗎 我真無語了 外人都讓我來當嗎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她跟外面 在在跟別的女人 女人 大哥支配一個火箭 讓她讓她跟她親嘴的時候 你咋不說呢 你說啊都是節目下午啊 不用當真 你為啥這麼說呢 為啥呢 你現在888給我發一堆信息 我寻思我寻思我寻思我以為 我以為是鬥爭的 合集一看 加州太后啊就是 這太后跟你講的是說 她可以說你 你不能說她 是吧 就這麼個意思 我我從頭到尾在直播間 我說她她問起 問起家問問起她家裡人 我從頭到尾都說 我到加州去之後 她媽媽對我特別好 真的特別好 我一直都是這麼說 這不算成嗎 我從來沒有說過她的不是 對我從來沒有說過 她的不是 我說我剛去 然後那個時候 我穿那個時候快 就是冬天 還沒到春天的時候 然後我那個時候穿光腿神器 很薄 然後我一看我冷 她還是給我買了 買了很多東西 從上到下的 然後內衣內褲啊什麼東西 然後還褲子啊鞋啊 她都帶我買 我都說姨這個人特別好 我從來沒有在直播間說過你的不是 知道嗎 而且我今天 這個 我是做主播的 我在這個上面開直播 我不是因為 張大龍我才在這上面開直播 知道嗎 我認識她之前我也在開直播 你也不用給我發信息了 我跟她已經結束了 我沒有給她買她的 知道嗎 就跟大哥支配一樣 他直播間大哥支配了 可以侮辱我 可以罵我 可以打我 那他那我現在我直播間支配了 大哥刷了飛機 大哥想知道一點事情 那我不能說嗎 而且我也沒有說啥呀 我說實話啊 互讀的嘛 理解 互讀是啥都理解 我看出來了 今晚莊殘 今晚莊殘是鐵開了 今晚莊殘是鐵開了 我看出來今晚莊殘 那都鐵開了鐵開了鐵開了 完了完了 我感覺我後悔進來了 我感覺 鐵開了鐵開了 今晚今晚完了 本來沒有我我非進來了 你說我像冤總似的 今晚是鐵開了 今晚是鐵開了 兄弟們把保護打在公平上 完了 你得玩了要挨罵了 今晚今晚 我說我看出來今晚是鐵開了 鐵開了鐵開了 今晚說實話 今晚不開都不行了 跑不掉了 跑不掉跑不掉 今晚是猛猛開了今晚 我估計我能差點 我畢竟我消費過 我不能 我能好點 那誰沒消費過 你消費有我多 你消費的 你消費你消費過呀 我剛關請喝酒喝4萬 啥你消費啥比我高 你消費 請喝酒花4萬呢 對呢 你過去那個都沒什麼喝 知道吧 一個都別想跑 一個都別想跑 今晚莊殘並開過來 說實話就這麼 那我這有點危險 我們可能要玩現下的 你在鄭州是吧 他現在就在鄭州呢 哎呀 我給你嘴呀 你現在出門你小心點 一出門就想再多帶兩管一站 不然就會給你打斷 嘴巴不出門了 這幾天 前段時間我剛看到阿朗阿赫那時候 我上去我唱 上去我就說CTM 出門你最好帶兩管一站 我怕你後半生走路不好死 我說實話 我給你現在 現在封了 封了小區也是保護你 知道嗎 那真的是保護你了 還以我批還 還以我批哥 那我沒 我肯定不怕 離得天南海北的 是吧 隔那麼像嗎 我離得也遠 我離得老遠的 我隔普田呢 不像我還遠呢 離老遠的這塊 飛機都不能直到我這 我在安全 我在安全 你離得遠 你離得老近的 你隔得省央的 轉機都得到你那 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你知道他 你知道他說些啥嗎 給我發言 你知道說些啥嗎 你就說唄 我們隔得丁呢 沒有我隔 我隔了發消息 就還要微信battle一下吧 其實沒必要管 就網絡上 就當打開直播 很多都是效果 知道吧 對 真正在線下的關了直播 誰會去說這些事 對 所以說看開點就完事了 我們我們這次班串人在做靈器呢 知道我 我現在沒法聯繫逗逗 我現在聯繫逗逗 我就真變成壞人了 他們倆的事先讓他們解決透了 我在我在那個知道嗎 說這話呢 罪人 你合著你合著你覺得你在別人心目中 我的天哪 你還覺得你壞 什麼 你知道他怎麼說的嗎 嗯 他說我不能為了網絡掙錢 勸大哥 說人家父母 我再說一遍 以你一個看著直播呢 我沒有說你的不是 知道嗎 我從頭到尾 他們所有人 我跟串分開之後 他們說秀文咋樣 嚴格咋樣 我一直都是說 他們倆特別好 對我特別好 知道嗎 而且我這個人 我不會主動去罵人或者怎麼地 人家 人家罵我了 我要保護自己 我必須得怼回去知道嗎 那說說我們算是老爺子 他也算進行我了 差不多吧 差不多差不多 嗯 今晚指定我說說 今晚指定是猛猛開專產了 我看出來今晚的專產 今晚專產猛猛猛猛 就看何幾根酒了 今晚的專產 我跟你講 加上加上剛好豆子這次 今晚我說說 沒有三斤白酒下注都不行的 今晚專產必須是說實話 必須是輸死一搏了 在這破釜成舟的 那搞不好 我就今天搞不好都聯合起來了 搞不好是聯合專產 今天晚上休息吧 兄弟們別搏了 休息兩天 我沒說你對我不好 而且我在直播間說的是 大哥刷禮物 他們想問啥 問的是大龍的事不是你的事 我沒有說你的不好知道嗎 預定專產 預定專產啊 玩表演的時候一定讓我過去看一看 你給那個阿姨說的 不要老是對號入座 我現在我不回答星期 我他他他在看直播 我跟你講 左兒啊 你今晚趕緊連夜收拾東西趕緊跑 我說說連夜收拾東西趕緊跑 沒有我小區积木蘭 你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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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都是好的 他在沒跟我分手的時候 就跟別的女人搞起來了 你當時怎麼不說你兒子不好呢 為什麼說不好呢 為什麼說不好呢 為什麼不說呢 現在我就落兩句 他之前怎麼對我呢 你也看直播 他是沒打過我嗎 沒罵過我嗎 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 情緒需要評委一下 今天進來這跟大龍多多少少 都是老朋友了知道嗎 那老朋友呢 節目 節目效果挺好 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你不用一直再給我發信息了 你對我含心 我不含心嗎 我對張大龍不含心嗎 他怎麼對著我呀 這幾個月他怎麼對著我呀 直播間我也想跟他一起好好的播 直播間彈幕我都 不往心裡去知道嗎 他自己搞我心態 我跟你說多少遍了 他自己說我父母 他自己搞我心態 說我沒家教 說我在我家裡就是個局外人 你為什麼老是 你為什麼老是 就是別人 別人做了 100件好事 你不放心 我稍微就說了 說了 說了一下 那個事你為啥 為啥呢 為啥就來 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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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就來找我呢 說說我罐都挨打了 說這話呢 是吧 我當時 當時那天在哪來著 在甲縣吧 在甲縣 那天他也是喝多了 不知道為啥 然後 對 是因為 是因為 是甲縣還是長殺來著 然後當時 就是 在下面接任務 嘴哥也在 然後 跟他那啥 他說 他說他那個 他那個 他那個分夠了 就是那個分多少錢嘛 然後就說 可以去那個 解放西那邊喝酒 讓我陪他去 我說不去 我說這是 我說這是在做節目呢 還在做 還沒那啥 我說下播去 然後 然後他 他說那我自己去 然後一個進來跟他罵我 那我賞逼什麼什麼 然後後來 後來回去之後呢 我就到了樓上 然後 然後他剛到 他直接 直接給我屁股踢一腳 你知道多疼嗎 然後 然後還推我 我當時 我當時真 老委去了 我都哭了 然後他說你有本事 你報警啊 我當時直接打 我直接打110 然後 然後 那個人問我怎麼回事 然後我就跟他說 然後他立馬把那個 電話搶過去 他說沒事沒事 我不是 我不是沒打過 你兒子永遠都是優秀的 別人永遠都是錯的 我對他好的時候 怎麼不說呢 他自己被 他自己被 被永恆的時候 我當時我放下工作 我去陪他 我什麼都沒有 我去陪他 那為什麼不說呢 現在我就今天開場直播 跟他們幾個人 連會買 兩夥天 你就一個勁的給我發微信 我從來沒有在直播間說你的不好 你知道嗎 我從來沒有說你 說你跟叔叔的不好 因為你們對我確實很好 你不用再給我發微信了 我只能說 有些東西一個巴掌拍不下的 是吧 你說有有因就有果的嗎 是吧 有因就有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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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怪我怪是屬於心裡憋久 是吧 不是我就 呃這個 我就很難受 就是我知道 我知道就是 大龍媽媽對我特別好 而且我從來沒有在直播間說他不是 他現在發微信過來 他說我告訴你果 我 他說我倆怎麼 他說你倆怎麼對是你倆的事 不要總牵扯老人 知道嗎 我對你啥樣 什麼什麼問心無愧 我從來沒有牽扯過你啊 我沒有說過你啊 從剛剛開播到現在不信 你可以去看回放 我從來沒說過你啊 我一直都是說你跟叔叔特別好 特別好 對我真的特別好 想吃什麼 然後就直接直接從店裡面做好 然後回來送給我們吃 不想去店裡就直接回來吃 我都說得特別好呀 沒驚訝 怎麼回事你怎麼你倆怎麼冷場了呢 擦不上話呀這眼 這沒法說呀 我這嘴哥也擦不上話呀 那確實啊 你不聽罐罐說的嗎 我我是這麼想的吧 我是這麼想吧 不讀著呢 沒什麼毛病啊 不讀著呢 這個歪的沒什麼毛病 是吧 但是你給看 你得看我罐是吧 你看那我罐挨大挨過打的糞扇 是吧 這話就別說了 俄春自有俄春福啊 那該說不說的 哈哈哈哈 是吧 俄春不都是這不都做俄春福嗎 對吧 白人夢怎麼會罵我 這個刷禮物的怎麼會罵我呢 別亂瘋啊 那確實委屈了 那該說不說 那確實委屈了 俄春自有俄春福 沒關係兄弟們 人家大哥刷禮物了 大哥罵兩句無所謂的 沒錯啊 大哥說 刷點禮物罵兩句沒毛病啊 沒毛病啊 沒毛病 對吧沒毛病 我們做直播的 大哥都是消費者 這衣食父母最快的是吧 一樣的是吧 罵兩句咋的 那我我說句實在話是吧 講道理來說 講道理來說 這個這個這個 講道理來說這個 你說你說我你說我 我關艾拉的時候 也沒見你出來咋地的 是吧 這剛剛確實 確實沒有說阿姨 這個這個 但是也沒人說你啊 本來就沒說呀 沒說沒說 我們江湖 對我們的江湖規矩 是不帶家人 確實沒說過 我們江湖規矩不帶家人 江湖規矩不帶家人 這個你放心 我說跟他分手 到現在 所有人問我 但我說句 我一直都說他好 但我說句實在話 在我們福建啊 不行不行這玩意的 不是說打女人這玩意 我說句實在話 也要是在我們這打女人 我說實話 那真是群體而為之 群體而公之 說實話 真是群體而公之 那真不一樣 在我們是不信這一套 你知道吧 我爹我爹當年 我爹當年喝多了 喝多的時候 年輕那時候 我今天小時候 我爹喝多了他媽對我媽 動手動腳的 那開玩笑 那我就五大三出的 那上去就是一個 你知道吧 在我們是不信這一套 我們是去搞這一套的話 說說主分都得遭絕了 咱說實話關於打女人這個事 咱也打女人這事 說句實在話 這不是不是咱們別的 作為男人是吧 作為一個男人 你帶個伴去吧 你打你打你打 你打這個 乖乖你倆是不是都亂著玩的 那我那我覺得 什麼 你們都亂著玩的 啥啥啥玩啊 就打打鬧鬧 小打小鬧 娛樂的 不冷呢 我覺得 真生氣的時候有 他不是打 他是踢 推 拉 扯 講清楚我 我真 這 這是實話 這是實話 這玩意也不行啊 在我們這也不信這一套的 中國功夫 那你看 打太極了 打太極了 對打太極了 我說實在話 所以說 不讓他喝酒是對的 這這確實是對的 我說實話 如果如果真的關心他的話 如果我覺得真關心他的話 應該是讓他走上正路了 讓他走上正路了 說實在話 正路很關鍵的 好吧 我覺得正路還是比較關鍵的 你說這個這個行為啊怎麼樣都不好 這個行為不是說不好 這玩意有點惡劣了 有點惡劣了 是吧 是吧 這樣傳出去 你看為什麼說到現在為止 是吧 但是說實話太厚了 你自己看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是4個人說實話 走出來都要調侃 都要調侃 說兩句 這是有原因的 你知道吧 你說沒事大家願意調侃他嗎 不就是因為他現在可調 可調侃的點太多了嗎 對吧 這不是說我替 不是說我替灌俗話啥的 是吧 這為什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下場 你要你要想一個問題 是吧 這是不是教育的問題 對吧 灌著的 所以沒毛 灌太多了 灌著的 灌著的毛病 灌出來就知道 就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得反省一下 得反省一下太后 你得反省一下 咱也不是說到你不是 但我覺得要反省一下 必須得反省一下自己 你們說他賣片的 果然你說你賣片 你是拍的寫真照 然後發給別人的 是吧 馬上冷風專產是最狠的 算是走歪路 那指定是走歪路 我直播間已經說過了 就是 就是大哥 就是當時那啥 然後 就是照片 就是照片 對 這個女主播發照片 不是很正常嗎 那咋了嗎 發照片 我今天還收到一個視頻 你要這玩意 我上說說鬥魚裡面 做了做了就是做了 大大方方承認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這個是個女主播 很多都都會發照片的 我 我說就是在話是吧 該說公道話就說公道話是吧 既然今天 既然今天掛是吧 我們一起聊著是吧 我們一起鬧著是吧 我覺得 該說不說的實話的是吧 你該說兩句說兩句 我也我也願意說這兩句是吧 我覺得這個這個東西 為什麼說到現在 會是整個鬥魚滿世界 你看整個鬥魚滿世界 滿世界的人看笑話是吧 感謝陸同哥 謝謝陸同哥的柯拉馬力哥 柯拉加領華 而且我 而且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對不起他 那個照片的事兒是跟他 是沒有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我跟他在一起之後 我就從來沒有聯繫過任何大哥 或者是人家聯繫過怎麼定 我從來沒有過 那你應該也不會 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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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 您想一個問題嗎 你說你說你說 你說我們就拿戀愛說吧 戀愛裡面是吧 推拉動手的 這是一塊 第二個你 人家的群發短信 這玩意不知道誰交 那也就是說 說實話的是吧 你是 你說我管多委屈 我管得這麼委屈的 說兩句咋了嗎 說兩句能咋嗎 對其實 挨打也挨打過了 也是 這是挨打也挨打過了 是不是 行李箱都拉八回了都 行李箱都拉壞兩個了 行李箱都拉包尖了 都拉包尖了 都拉壞就拉壞兩個了 啥人嗎 說兩句還不行了 你看看下一任是吧 13145205200轉彈 收完這麽拉黑就走人了 行李箱提的比鞋子低丟的都快 都走人的 沒說啥呢 是吧我管這麼委屈 說兩句沒什麼沒什麼 沒什麼毛病 以我跟你說 你現在還在看直播 我跟你說如果我真想 就是搞大龍 或者怎麽地的話 或者是說你的話 我跟他分手 我跟他分手之後我就會說知道嗎 對我跟他分手之後結果說 我不會放到現在來說 沒錯 咱就閒聊天也不是說去 你要想說他啥 我果非要是真想說話 當時跟豆豆在一起第一天的話 那必須鐵血專產 就當天不說 當時挖個直播間 我還跟他不說話 他讓我出去我就出去 因為他愛直播 我還替他著想 沒錯沒錯 對 那有一句老話 卧他直撕 他能含睡 那他盒子含睡了 那他當著麵含睡了 那他當著麵含睡了 那你說我罐都忍了 說實話 挺有格局的罐 真行啊 真行啊 祝你幸福啊罐 哈哈 祢他媽的 祝你幸福啊 謝謝謝謝 能能能能能收到 老老老老鐵的祝福 還是比較那啥的 祝你未來幸福未來 謝謝謝謝 生活如意啊祝你 這你這心態應該要幸福的 這是啊 我說說我我罐沒有殺破麥 那些已經我覺得說是已經很不錯的 笑語應該不錯 沒有殺瘋罵 我覺得啊 凡事點到為止 很有格局 嗯他沒有沒有沒有說 點到為止 點對點到為止 一些是屬於很點到為止 對對對 基本上我看都是一搞笑的角度來去 沒錯沒錯 沒有惡意 沒有惡意 也沒有說這很憤怒的那種 就是對對對 罵啥的沒有沒有 沒有說讓人家死那種感覺 對對 沒錯沒錯 已經已經已經屬於說非常的 就江湖交手點到為止了 咱四個就屬於那老頭老頭來外邊咸咸咸咸 咸咸咸 所以我們就屬於老頭老頭來咸咸咸咸 咸咸咸咸咸 對不對 而且都跟他接觸過知道吧 冷風你完了 今晚莊產沒有一個小時那不行 哈哈不行 我走了 你們你們聊吧 我走了 你們老你們落吧 我先撤了啊 你行吧 行吧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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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鐵子這我鐵子 這今晚莊產開的是最少 說說鐵子 你說哎呀我差忘記說了鐵子 你走歸走 你刷臉啊鐵子 我把你扛槍 你不得給我刷臉嗎鐵子 我在可在前面給你挨刀呢 跑不掉了兄弟們 早晚的事兒 知道知道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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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可在前面給你按槍了 你跟他媽說溜就溜了 呦 等等等等果兒 你老闆來了 說說說啊 我果飛你能不能力捧一下 就我果飛 我跟你講你們心核我現在最喜歡就是果飛 就我怪我就我最喜歡就是他你就問你能不能給三年再度能不能給捧一下啊 事兒就我就我說你給你壓這個主播我現在真喜歡 我就問你能不能力捧一下 就說咱們能不能力捧一下 那啥剛剛剛剛心核的我我這邊的老闆跟我說了讓那邊假日 啊感謝感謝寿老闆的五張賺分啊 就是我說我說就算吧 必須啊 老闆你應該給我刷點兒子 我跟你講 我跟妳講 從今往後開始 我們就不只說再延直舞蹈這塊跟雲呢 往後我們心核必進軍戶外板塊 沒錯 戶外板塊 說實話 群雄歌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馬上進入心核時代 哈哈 心核時代 沒錯 來馬上進入心核時代 哦 沒錯的知道吧 就我必須給我果肥樂度拉滿的拉 你知道嗎 必須拉滿這塊啊 沒不拉滿就說實話 兄弟們不接受 真是不接受 中午開直播早晚要專場 兄弟 但你聽過一句話沒 早晚出事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我們隔在中午這個時間段 我們開始多來連慢 因為我們也擔心早晚會出事 所以我們就隔中午開直播 白天有太陽照著我們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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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們中午陽氣最盛 你知道嗎 不怕反食 不怕反食 我怕晚上的時候真的 早晚會反食我 嘿嘿嘿嘿 今天我就是工具人 我工具人我樂意 我今天開心 我樂意 我一個這樣的局是最好的 都能吃點煮 都能聊得開心 我 我們 我跟大隊的 我們的風嘴茶話會 我跟你講 風嘴知道吧 那風是有講究的 知道吧 那到底是 那到底是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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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什麼呢 土字盤的這個這個這個 風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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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說這個吹風的風 那有講究的知道吧 風嘴茶話會 是吧 該鬧就鬧的是吧 這有啥不能鬧 該鬧就鬧的 說實話 是吧 我們承接一切業務的 承接所有的主播的這個鬧 該鬧鬧 該那個那個 對的 沒錯的 你像我果飛這優質的情況 我說實話 我也也就是說 我現在不當工會老闆 我當工會老闆 我多少必須力捧一下我果飛 我必須力捧一下 打造一下 我必須馬上給他打造一下 獨特的IP價值 知道吧 對果飛後面在整整活 對果飛後面在整整活的 真的 咱們這必須這個人氣這個抓住流量的密碼 知道嗎 抓住流量的密碼 知道吧 抓住時代的封口 知道吧 戶外6.0時代 我已經看到一節是誰了 那就是我果飛 什麼小數節 什麼董天使 都得往後撒一撒 別別別 6.0時代的 6.0時代的風潮已經來了 謝謝禮物 謝謝禮物 謝謝大哥禮物 所以我還給我發一些 沒法了沒法了 剛剛放了好多條 我操 這個不管 不管父母發多少 這個咱 咱就是尊重 尊重 尊重 尊重他的意見 尊重他的意見 保留我們的意見 對吧 我從來沒在直播間說他 說他們說說他們父母 什麼事我從來沒說 就是應該是這麼講 我們尊重 尊重太后的說法 是吧 但是呢 我們堅定自己的 堅定自己的立場 就完善了 對不對 這個時代上是吧 對錯之分 只看立場了 知道吧 謝謝小瑜 謝謝小瑜 站在太后的立場 站在太后的立場 太后沒有毛病 說實話 站在太后的立場 太后沒有毛病 是吧 對 我今天沒說到一個字 他夸夸夸 給我來那麼多信息 這個54級 是鑫河老闆 請注意的 是火之盤的鑫 鑫河 知道嗎 阿黎的那個鑫河呼籲 知道嗎 懂嗎 五江鑽反感 我給你們打字 是這個鑫河 謝謝葫蘆娃的 看到沒有 鑫河 鑫河呼籲 什麼亂打字 對 乖乖這一波要提升一下身價了 沒錯 沒錯 必須提升一下身價 說實話 我現在如果拿下桌戶外 我真的 我女搭蛋 我必須是我 必須是我裹飛 別的女人我不要 今年冬天的節目 我今年冬天節目要看你了 知道嗎 沒錯 為什麼看我 來燃燒一下八個月的火焰好嗎 今年的節目我讓老B1給你當配角 我頂級T1級別的人才給你當配角 老B1要回來了 等口罩那個結束 結束就回來了 老B1自帶貴賓呢 自帶貴賓是吧 他就說不定人才到位了 他去誰直不見都是自帶貴賓呢 人才到位了 人才到位了 T0級別的 B1 B1想去 那那個 那個誰不回來了是吧 那個看他自己 那我說誰啊 有沒有 但是工資得降 對吧 工資都得降 因為他們自己自己之前那麽做的 你說那個誰是吧 那個那個誰來的 小可兒 對小可兒 那你我說實話 那你我說實話 我坦白講就是 醉啊 你這部要是沒把我逛逛捧起來 那我是說戶外別做了 真的 那必須的我 我那人才做一次節目回來開播就直接關注都3000 沒錯的 這必須必須就是說在這個這塊啊 必須給我一個節目出來 直接關注3000能不能播好的看他們自己的 你放心到這我指定OB助理一下好吧 反骨的態度 必須我OB助理一下 你的那個人才反骨我還是沒想到 我也是確實沒想到 你的人才反骨就快點 差距太大了 你跟著我戶外 他天天看著直播間的禮物 說說說說 他他感覺他也可以 人人性 他只是在你直播間 他自己直播間他播不起來 豆豆會不會來 看他倆 結束多久吧 如果 如果時間長的話可以 看豆豆願意的話也可以來 什麼活動還有他 怎麼了 幹啥呀 這是 搞這麼大嗎 玩這麼大嗎 那我跟他本來就是朋友 他他陪我參加過三輪車節目的 這樣吧 不行 不行這樣吧大嘴 不行這樣吧 咱們改天咱商量一下是吧 咱們加大這個節目的成本 經費這塊的 咱不行把那個什麼什麼 會會啊 是吧 是吧 那那那那那我不認識 那不行一塊除一幾吧 是吧 咱必須省一波說說整一波大的 整一波大的 對不對 那我那我那我不認識那樣的 是吧 該整一波大的 整一波大的這塊 來一波全力有better 復仇者聯盟 沒錯啊 復仇者聯盟哦 對對對 這所有都是個人才 都是個人才 啊 扣住筆伐是吧 這扣住在復仇都是姐妹 得都是姐妹都好姐妹說什麼呢 啊 那白人夢解封了吧兄弟們 現在有能刷禮物的大哥說兩句說兩句無所謂的兄弟們 那真的無所謂 我們都歡迎大哥麥哥我們這邊唱首預言的 他只要能刷禮物他隨便帶我節奏知道吧 沒錯兄弟們今天事情還差個700 還你別打 啥打分成 沒有沒有啊沒有沒有沒有 人才 人才 鬥意有效效就是這麼奇妙 我覺得有些非常奇妙 啥是不受不受壞者協會的是吧 那不正常鬧哥嗎那不正常 不存在做開了我還是那句話開了直播 能節目效果的地方都給他弄成節目效果就完善 一切讓大家開心 一切都是節目效果是吧 我們的我們的任務職人是什麽是吧 那誰我們看著開心看著快樂 如果叫真的話就沒必要開直播了 先下叫真就好了 沒錯 看個是開個直播還那麼叫真 看個直播吧 大家就就就單是就單是一場戲是吧 該樂喝樂喝的是吧 出播了800個心眼 對 該樂喝樂喝的 該鬧體鬧體 就這麽回事吧 就大概這麽回事吧 行嘴 今天這個茶碗會差不多就到這了 行行行那都撤了吧 都撤了 都撤了 都撤了點錢是啥的 沒錯 撤了點錢 今天就到這 行 好好好 拜拜 拜拜